小晴 就让小晴这么走吗 他这一去 说不定就再难回来了呀 他拿二哥在掌门面前 客客气气的 回家后呢 还有 白家那种蛮横态度 万一小晴回去后被关起来 他们毕竟是亲人 应该不至于 是太过分的 师父有要事和三味相伤 已在大殿等候 小师妹还会回来吗 你们一定要将小师妹带回来 就算我们大闹过军营 那些人又怎么知道 我们在山下大海 对了 秦妹的香脑 你少说两句 一切到面前真人后再说吧 凶兽的事情如何了 他 华柳 没想到凶兽肆虐背后 竟还有这七情虽可迷 但他终究还是夺去 千百生灵的性命 出去华柳 实乃将其自凶性中解放 尤其多谢上神相助 分内而已 刚刚传来消息 有凶兽 在辽东重镇的运河中除默 我即刻前往 还不快谢谢前辈 谢谢前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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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点 儿女情长固然珍贵 但修道者 略应以天下苍生为限 是 是 晚辈西厅教 那我们这就去卢龙府 去找小 去除凶兽 是去除凶兽 对 对 打完顺道去看看小晴 嗯 算可以吧 嗯 算可以吧 谢谢大家 这地方虽然地处边塞 但还挺热闹的 小秦家在哪儿呢 秦妹他们是马车 从新霞派到辽东 少说也要走十天半月 我们御行而来 自然要比他们快上许多 你就算现在找到秦妹的家 也见不到他呀 对 我脑子急糊涂了 秦妹的兄长身份不一般 上次救助旷御史时间紧迫 未来得及详细打探 如今秦妹他们 还要许久才能到达 我们不妨多打听打听 有关白家的消息 然后找个落脚地方 养精蓄锐 相公 我带这个好看吗 晚安 上次 一只是 好看 要怎么用中路龙队也不做 那多危险啊 看 我的手 这些有什么 的都没什么 还有好小 这些 这些 这是什么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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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些 都没什么 这些 咱家这股山我胳膊疼 花了一千五百文哪 肉疼 我看你这股山我胳膊疼 花了一千五百文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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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了些用 人来客官 小心了 掌柜的 要三间房 几位客官要住多久 我们是来办事的 办完才走 不一定留多久 明白了 小二 照顾这儿 怎么了 是晴妹的指贺传说 月姐姐 你们还好吗 给你们惹来麻烦 真的很对不起 等我回家之后 会立劝两位兄长释放矿意 并调查军营的事 你们保重 自己很公正 看来晴妹所处的环境是安稳的 还是先把这卢龙府给摸透吧 晴妹 心已收到 一切平安 我们已经先到了卢龙府 若你身陷不立 务必立刻通知我们 你走之后 阿游十分担心你 整日坐立不安 阿游 小妹 怎么了 二哥 晚膳准备好了 吃完早些睡 我们天一亮继续出发 转到水路北上 很快就能到家了 到家 嗯 好 这 这几天 我们走遍卢龙府 但一直查不到白家 和那座神厅塔的情况 今天还是按计划行事 看看能不能在城里 打探到线索 还有凶兽 对 华龙所言 已颇为蹊跷 需要查明白 按天狱记载 西渠华龙等 是魁宇节狱时逃走的 但华龙说的却不一样 莫非天狱记载也会有误 你们两个先继续去打探 我去买点草药 银谷用完了 我得做点新的 况且 上一次采到的梅花 我还没来得及细细研究 要是能将花毒提炼出来 想必日后对我们大有用途 那梅花毒可以克制凶兽 的确好好研究 那你们先去逛 晚上我们在客栈集合 好 对了阿姨 你确定 那些士兵不记得我们吧 确定确定 顶多觉得眼熟 放心吧 诶 客官 里边请 酸酸日子 还是客栈的长舒服 到时候 得想办法介绍你放心 天哪 那你不认为 你看这个人 因为 你不认为 她要买的 我看这个人 你不认为 我怕的 你不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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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的 你不认为 我怕的 你不认为 我怕的 你不认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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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就是我们姐姐矿意的地方 这个粥库 冰大哥 我们听说卢龙府繁荣富庶 所以也想迁徙此地 不过 看成 误会了 误会 这些呀 不是当地百姓 他们都是流民 因家园被凶兽所毁 从中原逃难来了 你也知道 现在凶兽肆虐 想要找一个能安分度日的地方 可太不容易了 他们这些人啊 只是在这里暂时住几日 然后呢 都会由我们带到安全的居住地 出道卢龙府的人 衣食住行都由都督府负责 要是没有白都督救急 你们想要扎下根来 可难着呢 原来如此 白都督 那是自然 小姑娘 你们出来乍到 要是有什么不方便的呀 尽管到都督府去寻求帮助 谢谢您的提醒 话说回来 我 我前几日坐船从码头进城 大概那个时候 这白家在当地倒是破得人心 可惜白日行动无法靠近卢龙军营 要不 还是趁夜去查探一番 杨秋那孩子身世可怜 我家要是挣个包 真小玩意 真小 真小 你听没听说过 长白这么远远的不凌全 您以时为天 我这么多年攒下了钱 买了一桌获得 是 你也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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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姐 怎么了 孟章应该不是个好人 他绝非善累 你要防着他一点 为何如此说 他罔顾神尊旨意 想让我 我回来了 我跟你们说 那梅花的花毒 被我提炼出来了 简直太有效了 怎么个有效法 等我们遇到凶兽 你就知道了 虽然只有一小瓶 但足以对付四五头凶兽呢 但愿真如你所说的 那般厉害吧 刚才修容说了一半被打断了 还是过去问问他 不乱 师姐 之前孟章给了你仙兽志 不错 他同时给了我一件法宝 可居然浑破 什么 你我共生之术 与师姐的玉灵之术大为不同 玉灵之术乃是共享灵力 而我们却是共享魂力 若是拘了师姐的魂魄随身携带 我的确就可以随意行走了 那 我岂不是 只要身体不悔 就还活着 只是生魂离体 也就是说 孟章给你的法宝 是让你寻找机会 把我的魂魄抽离 然后 把身体冰封 保持不悔 对吗 射击居我魂魄 这是孟章私自所为 还是受人指使 若要命令他 也为我敖须 不对 修无对此事不知情 那敖须 搞不好也同样被孟章蒙在鼓里 师弟 我也有事要同你说 之前在军营中 我们看到的黑袍人 他手上带着与孟章相同的败纸 若我所见不差 那黑袍人便是孟章 天师们近些年来 势力扩张极快 这或许是孟章 假敖须神尊之事 已满足自己思念 所以要小心他 我明白了 若能同敖须神尊联系 我会将孟章所作所为 进阶禀告 敖须神尊应该也不希望 自己所托非人 快入夜了 我们还需再去神庭塔营地 一探究竟 城内有件事情 我觉得有些蹊跷 好 师姐 你想再去一次神庭塔营地 这好吧 我身上带了银骨 悄悄地去军营转一圈 只要不放火不打架 天地玄黄 宇宙红荒 还好我机智 趁着今天被租药材 顺势不又练了些银骨 对了 客官 也要多谢你的迷骨 那些士兵 真的认不出我们来 苗人的古术 确实傲流 是吧 是吧 难得被二位夸奖了 再多说几句啊 招我胳膊里 咱家这部 价格是社会人 这武器 堪称剑小小兵 勾掐 那不是哪位导师吗 这是什么兵器啊 好红薯 你听没听说过 没听说过 没听说过 本店不开张亿赖驰了 爹 走 回去吧 最近也不知是怎么了 对了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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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可听到有人喊救命 没有啊 快救救我 不对 是有人在喊救命 声音是从码头方向传过来的 六头见到墓莺了 走 急救我 murderer 五頭啊 这人硝烙的 到首室ilty 要 pure 小众敌 你们听见有人喊救命了吗 没有 只有粤归也能不能听到 哇 莫非是 朮瑟 哎呀 今天的天可真够冷 听其他兄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武兄弟孟华 就嫁得来了 他快不行了 姑且一试 先生 我乃名树门弟子 你若同我弟姐契约 便可因我灵力活下去 您可愿意 好 云传太虚 真文诞赴 慧原玄生 容在万物 灵力相生 精气共行 胎光为也 幽精作评 明树之情 师姐 弟姐乃成 明树门弟子月清书 携风御灵 迎战 我会帮你治疗的 你放心 谁会帮你治疗的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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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套冠军 出手这么重 不吃好人心的 居然似乎不是零的汇聚之处 居然似乎不是零的汇聚之处 那就不是这里 居然伸不住 奥含冰武 结束 冰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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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天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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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天来 天主啊 天主 拼ody 表面 角 躺 白 不衡 不衡 不准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不准备了 是我一剑 哎呦 你研制的迷花药呢 快用上 赤如 你能听懂我说话吗 之前你迷失神志 现在可清晰 是人间 你从天狱逃至人间 究竟都犯下了怎样的罪孽 死逃 无足有子 无以惜记得 无死乎在 无养父 没事 那不是你本 即使非无本意 依然无所分为为罪孽 尽浮现眼前 糟了 迷花药效不够 压制不住他的胸性了 主人 他的神志被咒毒操纵了 剁成凶兽的灵兽 都是中了某种不明的咒毒 不要可及 我们灵兽 是天地灵气所聚而生 幕后再度化为灵气 不会被灵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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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人 赤如前辈说 谢谢你们 这样根本不能算是结酒 这是 各位英雄 三位英雄 本都镇守卢龙府多年 还从未见过可除去凶兽之人 今日 当真让白某大开眼界 我乃鲁龙府都督白宗桓 三位立下如此大功 还请务必让白某设宴 给三位庆功 卢龙府都督不就是情媚的 正好 趁此机会 将都督府摸亲 那就 恭敬不如从命了 多谢三位英雄赏脸 方才凶兽肆虐 造成传之些许损坏 本都还要再去做善后工作 还请各位 先行前往都督府 方才情势所知所迫 我不得不以明术门法术救你 此刻你已无恙 只要你想离开 我可以解除契约 你救了我 我愿意追随你 以后你就是我的主人 请不要赶走我 好吗 我怎么会赶你走呢 如果你愿意留下来 我高兴都来不及呢 我叫陈锋 月姑娘 你的运气可真好 又一只灵兽 可灵兽 很少出现在人类聚集地 你为什么会跑到这里呢 前些时候 出现了一群可怕的盗士 袭击我们不足 我逃了出来 又遇到了赤儒 我受了伤 他的力气也比我大许多 我只能逃跑 广不泽乐 逃到了这里 一大群道士去袭击 风铃兽不足 你可知他们是什么门派 记不清了 当时场面混乱 我在同族的拼命保护下 才勉强逃出来 再加上身受重伤 所以有些记忆十分模糊 或许等一段时日的修炼 我就能慢慢想起来了 别担心 我以御灵术与你共修 相信很快进的回复 眼下看来军营是取不牙了 不过能进入都督府 也算意外收获 就来好好查一查 这个都督府的对应 明术门又多了一只御灵 回去告诉人 他一定很开心 按掌门手记记载 祖师爷的第一只御灵 也是缝隙的 不过看形态 应该不是同一组 祖师爷的风御灵 明术门的灰迹 正是来源于这只新灵兽 了解了 三位少侠大驾光临 真是令寒舍彭必生辉啊 想不到几位看着年轻 竟能除掉这般棘手的凶兽 白某佩服 可真会打官抢 都督过誉了 不知几位失臣何处 如此修为实在不俗啊 只是个无名无姓的小门派 不足挂齿 禀都督 二爷和小姐的船 已经在码头靠岸 小 太好了 今天可谓是双喜临门啊 现有三位少侠 除去凶兽之功 又有吴家兄妹团聚之喜 请稍坐 白某这就着人 背下宴席款待诸位 一来是为庆功 二来也是给舍妹洗尘 多谢都督美意 禀报将军 都督有要事与你 小妹 昨夜城中有托马贼出没 军马被窃 我要即刻过去处理一下 你先回船舱休息 戴儿哥处理完后 一同回府 可是 好 你先回船舱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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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丢马这种小事 二哥都要亲自处理 这么多年 他一直都没变啊 不过 正好趁着二哥不在 或许可以去营地那里探查一番 这个时候 要是月姐姐和阿游在就好了 大小姐 大小姐 将军他希望您在船舱那等候 您还是 这一路太闷了 我想出去透透气 那我们护送您 我不喜欢被人跟着 你们放心 我只是随便走走 不会出城的 这 我 我说了不许跟就不许跟 是 考虑 展室 要不要带两只捞我一下 走 看一看 收 Wise 石客 物证 石 鲁龙府 学会遇见之后偷偷回来过几次 但每次只敢远远地看一眼家 也不知道月姐姐他们现在在哪里 大小看一看吧 凶手就不开了 这里多了一个周棚 接到以前没有呢 那个大姐好像需要帮助 这位大姐可是遇上了什么难处 帮帮我 帮帮我呀 我的相公不见了 我和我相公饭室旅 都是从南边逃难来的 他 对对 我们是从不同的地方来的 都是听说鲁龙府生活安定复 鲁龙府都督人很好 不仅给我们施粥 还允许我们做些杂活 挣点口粮 我相公不愿意总是靠救济度日 所以昨天 可他 阿宇都怪你当年犯错 被开除军籍 不然 我们怎么 大姐 你别担心 鲁龙府 大姐 你别担心 不然 我们走不动的 好 您歇够了他在哪里 我们走不动的 别担心 我们走不动了 我不是在哪里 好 您歇够了他带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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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熊熊真熊 马头栈道下面应该是货舱 经常有孩子钻进去玩捉迷藏 那位夫人的相国会在里面吗 客官 要不要带两封鱼回家 这门怎么开着 平时应该是关着的吧 有人进去过吗 你中箭了 我想 等等 是你妻子让我来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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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会藏在这里 我原是一普通氏族 犯了错被赶出军营 家乡被毁后 和娘子一路流浪到了卢龙府 昨天路过白府马厩 无意间发现一匹我养大的战马 本来只是想着 晚上偷偷溜进去 摸一摸就好 没想到在马鞍带里 发现了那封军报 只怪我太好奇 拆开来看了一眼 因为内容与流民相关 又实在 我太慌张了 里面说了些什么 这 我是仙侠派弟子 仗义主人是分内职事 范大哥有难 看姑娘是很有本事的人 或许真的能替流民做主 不过我本来是想毁了这封军报的 所以即使姑娘什么都不做 毁了 我趁夜色骑着马跑出来 本想逃出城的 但城门紧闭 我只 后面的颅龙军紧追不舍 我又中了箭 索性在这里弃马逃生 让马往北边跑 我他们搜索过马头 还好我侥幸没被放 我内视心中激愤 想着一定要让大伙都知道这封信的内容 可我在马头下躲了这一晚上 又冷又怕 想到我舍身成大英雄 又有谁会照顾我的娘子 我为别人牺牲却什么都得不到 那我和我娘子都只是普通人罢了 在这个世道能活命就不错了 哪儿还管 我伤口已经不疼了 都好了 这药粉真的有奇象 昨夜那些士兵并不知道你的样貌 眼下牛行动如常 现在出去不会 你的娘子就在周旁等你 会合之后就立刻出城吧 姑娘你也一切小心啊 收资 polarized ак手 加热更高 关注水 将关注水 加热更高 您 RaphaAc 推阅 把流民骗到长白山和郡云中做矿业 他们进 我一定要去找二哥问个清楚 小妹 你跑哪里去了 我正要派人去寻你 二哥 我都知道了 你知道了什么 你们骗城中流民 去做矿业的事 胡说什么 我手上有一封大哥的密信 里面写得清清楚楚 你哪儿得来的 是不是和那个托马贼有关系 我不知道什么托马贼 我只知道 你们一直在草菅人命 这就是你对兄长的态度 那日你忽然失踪 我和大哥都快急疯了 寻了近乎一个月 始终没有半点消息 连一向喜怒不情于色的大哥 都开始大发雷霆 怒斥那群吓人没用 可你呢 一回来就对着我们指手画脚 丝毫不顾念兄妹之情 大哥 这根本是两码事 我不在此处与你吵 先回家吧 有什么事 见了大哥再说 二哥 你们到底为什么 大哥 我带小妹回来了 小琴 阿游 还有月姐姐和修大哥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 又是你们 快滚出去 是 怎么 墨晴和这几位英雄认识 墨晴 他们是你的朋友吗 什么英雄 大哥 这几人在仙侠派之时 就一直想阻挠我带小妹回来 还有 他们是扰乱军营的犯人 他们不是 墨晴 有客在此 不得失离 既然是墨晴的朋友 又是除了凶兽的英雄 那其中必然有误会 墨晴离家多年 我们兄妹有很多话要说 请几位 先在客房休息 我没事 回来就好 你失踪这些年 我们一直很担心 大哥 我当年 不是走失的 小妹 那天你们出征 我按不住好奇偷偷跟去看 不申被自家士兵的流史误伤 是对方救了我 那时我才知道 大哥仅仅是为了获得他们领地的兵金矿 也为了能有大量的奴力去造塔 就诬陷他们造反 借此讨伐他们 你是因为这个 就离家出走 好 二哥 难道你认为 这只是一件小事吗 这 这 他们是意图作乱的暴民 为了保护卢龙府 我跟大哥必须这么做 可是他们都只是安分手紧 开荒重地的贫苦老百姓 哪里像是作乱的暴民 他们因何获罪 恐怕是怀弊之罪吧 小妹 你在指责大哥和二哥吗 继续说 从小 我已身为白家子女自豪 白家领导卢龙君 从祖父辈就镇守边疆 保金安民 你 我不敢相信 我们白家会做出这种事 那害人不浅的冰金矿 还是我发现的 所以我即便伤好了 也不敢回来 不敢见对白清 如此不仁不义的白家 行了 小妹 别说了 大哥 不要再这么做了 好不好 我再次见到了他们 他们每天备受折磨 这都是我们白家造的孽呀 我不清楚你从县下学了什么 总归是些妇人之人 但小妹 你要知道 这世间永恒真理 不过就是弱肉强势 成王败寇 这个世道 若白家不够强大 明天沦为奴隽的 殿是你我 离扰乱军营 损毁冰金矿 私放矿裔 这些我都可以不追究 这些我都可以不追究 但白家多年谋划的大业 你绝无可能就此停下 大哥 什么大爷 一路奔波你眼泪了 先回房休息吧 你的房间 大哥一直叫人打扫维护着 就是盼着你终有一日回来 不了 这么多年没回来 我去祠堂祭拜爹娘 大哥 城中流明的事 已经被小妹撞破 我们 不必在意 她年少不懂事 父亲一生极业 怎能因她几句话就动摇 一切按计划进行 阿勇 你冷静点 别转了 头晕 冷静不了 刚刚侍女时候大小姐还在祠堂 这都快半夜了 怎么小琴还在那儿 你若是放心不下 去找她便是 说得对 月姑娘 我会用引蛊避开巡逻的人 神不知鬼不学 这样行不行 嗯 好吧 我也担心秦妹 你去吧 若是有人来 我们帮你遮掩一耳 但记得 不可与白府巡夜士兵起冲突 多谢 月姑娘说 你会跟那些士兵起冲突 有了 正好带了冥蛊 可以引走那些士兵 冥蛊我带的不多 得省着点儿用 不多久 快到了 你放心 你 我不会让他有事的 外人不能随意进入村子 你们在这里等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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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人 别动手 小姑姑救命 前辈请带我同去 我不可离她左右 小姑姑 她俩很特别 不能分开 我们也去 你给我在这儿老是待着 这里就能救修大哥吗 若是这里都不能解毒的话 普天之下 便没地方能救她 只不过 这下小姑姑 不会轻易饶过我了 小晴 你怎么了 不知道 就是有些头晕 心慌得很 你之前周车劳顿 再加上和天魔女一战后 杀气入体 受了挟毒 不好办 你随我入村 找苏文长老 他擅长毒术 解这种挟毒 他心手念来 可是 你不是说不能进入村子吗 我不是很严重 没关系的 眼下也顾不了这许多 你这毒不尽快驱除的话 后患无求 他这个时候 应该在祭坛晒太阳 我们去找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些植物看起来好奇特啊 大概是因为受到我们村 独有灵力的滋润 所以与外界不同 村周围的草木 都要比寻常的高大很多 这样我们村就不容易被发现 小晴 这里就是我长大的地方 是外桃源也没有嫁给你了嘛 你喜欢就好 那个有大石像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祭坛了 好有气势 苏文长老好像就在上面 我们快过去 长老 阿游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这姑娘怎么搞成这样 一言难尽啊 老夫瞧瞧 不过是一点小事 好好 那开什么药呢 怎么 药方还要问老夫 出去这么几年 是有些想法 但长老的方子 我不是更放心吗 从小就油嘴滑舌 那老夫更要考教考教你了 这病症已讲明 你说拾好药材之后 那太费时间了吧 不然您先帮我把这个姑娘治了 又不是急症 一时半会儿也倒不了 要是这姑娘一好了 别讨价还价 有这功夫也都回来了 我娃留下 我控制毒性 你快去 好吧 素问长老还是老样子 那我还是快找起药材 药方 应该是柴湖 咸湖 川胸 止咳 枪活这几位 村子里大毒都有 去找村人们借一下就好 传 dissolve 几年没回来 川胸 几年没回来 村里还有 还有回来了 初塑 各种武器和护具 把兵器交给我 睡 好 我听奶奶说 冰糖葫芦可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呢 就是这些了 快回去找苏文长老吧 长老 我回来了 晓晴 先让我看看你拿到的药材 你刚离开 您老身上有药还叫我去找 考考你不行吗 老夫要 是 也不 你呢 真的吗 你呢 我怎么看你呢 我能给你帮助你帮忙 师姐 你在哭吗 我是高兴 你得救了 人高兴时 也会流泪你 此为喜极而泣 表明他非常在乎你 我也很在乎师姐 你 你说什么呢 你是我师弟 我关心你是应该的 谢谢师姐 我也会永远保护你的 多谢前辈救命之恩 这毒 你们如何汇中此毒 说来话长 阿游说只有这里能解毒 你 是神祖 阿游的判断倒是没错 如果他不回村子 你早就没命了 毒性如此强 对 此毒名绝密 便是神魔也不敌的奇毒 就出自这里 但绝密也只应在此 你们会在村外中招 十分奇怪 此地是独障权 你知道独障权 是阿游说的 神农九泉之事 在神界并非机密 前辈 阿游未说过任何事 方才 是我初次听闻毒障权一词 嗯 这小子 做事还算稳重 小姑兄弟 小姑兄弟 太好了 小姑兄弟 你没事了 阿游 在 小姑姑 我 一回来就愁眉苦脸的 想什么 哎呦 还躲 知不知道家里多担心你 这么久信都不卸一封 还好意思回来 哎 小姑姑 你到底是想我回来 还是不想我回来呀 哎呀 别打了 疼 疼 好了阿梅 肚子里的孩儿 也不愿看到娘亲生气吧 她是 你是阿游吧 常听你姑姑提起你 这是我夫君助你 还不快叫姑父 等等等等 成亲了 没想到母老虎也能成亲啊 是不是心里说我什么呢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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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啊 你带朋友先回家歇歇 等下来我这里 跟我说说外面的见闻 擅自带外人入村 你应知道会怎样 前辈 请让晚辈承担惩 我知道 多谢小姑姑救我兄弟 先去我家休息吧 好 前辈说的 善待外人入村 别担心 不是什么多严重的惩罚 但 但是也有惩罚吧 这个 嗯 修兄弟中的毒 竟然是绝命啊 我小姑姑说过 毒账拳中 曾生有一种不味毒的上古妖神 吃了绝命之后 都全身溃烂了 从此只剩一束呆呆傻傻的骨架子 变成了不生不灭的骨枝脚在我 可怕极了 你能活着挺到全隐村 真够厉害的 你们找到媳妇了吗 嗯 不知道 修兄弟 你身体肯定虚着呢 歇息一下 多谢 你们先休息 我去和小姑姑说说话 很快回来 会是怎样的惩罚 别担心 你就安下心等我 好吗 阿游哥找到媳妇了吗 嗯 不知道 小姑姑是村外人啊 不过也对 小姑姑的凶那是出了名的 村里人谁敢去呢 小姑姑 你是知道村里的规矩的 知道 不得对任何人提起独张权 和自己的身份 不得擅自离村 擅自带人入村者 服下古都 终身不得离开泉眼村 小姑姑 我愿意接受惩罚 但是 我再也不能忍受 真正地看着自己的朋友 在面前失去了 但是你这位朋友 好像不是一般人 小姑姑看到她的额文了吧 我怀疑 与春姿全有关系 自绝地天通之后 人家就再也未曾听闻有神族出没了 如今竟出现了一个 还成为了你朋友 不过小姑姑 最重要的是 我终于找到了那件事的线索 这是在北方发现的阵法 虽然规模不同 但是与当年出现的阵法 简直如出一场 并且在那个地方 我又见到了那个怪物 确定是那奇怪的人物 我绝对不会认错 有了这个线索 此时终于算是有了突破口 起来吧 可是惩罚还没 我让你起来 又想还棍子不成 都不仅仅是长了个子 都不仅仅是长了个子 好了 去找女朋友吧 她们应该很担心你吧 我回来了 若是你因救我受到惩罚 我替你担当 过命的兄弟 还客气什么 你们不要一副天堂 事意至此也没 我们村子 关乎着一个重大的秘密 你们是全首一族吗 我们世世代代 都守护着神农九泉之一的 独障权 神农九泉 九泉为神农大神所疏通 凝聚了世上最纯粹的灵力 为天地灵脉之淑女 小晴没听过神农九泉 总听过三族大战吧 听说过了 不过 其实三族大战呢 主要就是为了抢这 而我的小姑姑桑梅 既是全影村的村长 也是独障权的拳手 竟是如此厉害的人 总之我的身份 你们也清楚了 那么小五 你坦白 在卢龙军营时 你额头上浮现的神纹 和春姿印记一模一样 不是巧合吧 我是福西大神 用春姿灵力和神术果实 制造的新神祖 用于守卫春姿泉 长久以来 我沉睡在春姿泉内 唤醒我的是春姿泉手 敖虚神尊 敖虚竟然是春姿泉的泉手 等等 你还喊她神尊 我被神尊下属 你都被搞成这样 还喊她尊称 她真对不住豁出自己性命 也要救你的月姑娘了 谢谢你 师姐 等会儿再轻轻问我啊 我还有事没问明白呢 既然福西造你的目的 是守卫春姿泉 怎么你的职责 变成帮天狱缉拿逃犯了 我 理应听从春姿泉手的调解 但这又关春姿泉手什么事啊 回遇他们害到春姿泉了 香油哥哥 溜溜 香油哥哥 村里举办了宴会欢迎你们 祝先生拜托了我 带你们去游玩 大哥哥大姐姐 好啊 是啊 宴会的时候可热闹了 秀兄弟 我们一块出去玩玩 若是一时不能想到 到外面走一走 让思路开阔也好 三悠哥哥 快跟我来 大家都等着你们哪 三悠哥哥 外面好不好玩 六六也想去村外了 你还太小 再等个十年吧 才不想呢 我最喜欢全影村了 我知道 一口一碗尝尝尝啊 四旋哥 四旋哥 六六 你你可别骗吧 好你个阿游 看不起人啊 这些年我手艺可长进了不少 四旋哥 给我 还真的比以前强多了 以前汤里总有一股蘑菇的土腥味 现在不仅没了 还把蘑菇的鲜 四旋哥 你的手艺真的进步好多 那你们再来一碗 好 你们快吃快吃 我还要带你们去其他 姜佑哥哥 你在外面想家的时候 是不是也会看天上的月亮呀 月亮 看那个干什么 朱先生教过我们很多中原人的诗 想家的时候 他们都是要看月亮的 还有这种想救 唉 桑佑哥哥果然还是不爱读书 姜佑哥哥 宗姐姐 我带桑佑哥哥来玩啦 是溜溜 还带了阿游和她的朋友 来给我的捧场 桑佑哥哥好久没回来了 其他的哥哥姐姐也没来过 我给 哥哥姐姐们 这个帽子可是只有我们这里才有的 外面的人都没有这个手艺 编出来的也不好看 好久不见了 你们还是这么恩爱 搜姐姐的帽子 那你买一顶吗 这位姑娘姓白对不对 阿游又是给你买了这顶帽子 以后你们就会像我和桑佑哥一样爱哦 我 我们不是 我们 还狡辩 就是看不上我帽子的托词 没有没有 外面的帽子 哪有 这顶帽子你现在买我都不给你了 这位小哥 你拿一顶给那个姑娘带着玩吧 谢谢 师姐现在要带吗 怎么现在不方便 还有别的地方没逛呢 鸡哥哥 周姐姐 我们先走了 好 那我 啊 篝火烧的好旺呀 要是村里天天都能办宴会就好了 小丫头想的还挺美 问所有鸡肉 这是我们最好玩的竹竿舞了 我们全影村的人 除了医术和毒术好 也同样能歌善舞 来 大哥哥大弟 什么时候还添了这个规矩 不过你们可一定要试试这竹竿舞 阿游 你和情媚玩吧 我和师弟不善此道 去那边看你们玩 也是 要是没跳好摔了就能 晓晴 你和我 来吧 有我呢 于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村里的欢迎宴会真的好有趣啊 这个烟花也好漂亮 小晴 若是可以 你愿意常来吗 愿意 但全影村 或许外人甚至进入 你还没说善待外人的惩罚是什么呢 也没什么 只不过是终身不能离开全影村的 没有通融的余地了吗 全影村的人 从懂事实 就知道是无独的 无略界爱恶 所以存归 绝对要遵守 爱有说过 狐一直陪着我的 但现在 已经没有办法了 小晴 敖虚神尊 是掌管天狱的神官 掌管天狱 神尊曾为神界刑律长老 后调人天狱御长 同时也是春资泉拳手 他在神界 素以极恶如仇 铁面无私而著称 我所觉所知 皆是神尊亲自传手 可是这段时间 我在人界所见 确实有许多违反神界律法之举 比如说 紫秋和我留在人界 都是违反神界律法的 还有 紫秋本身 便是违反了神界律法 什么意思 神族诞生一时 天帝以自身灵力为业 凝聚躯体 赋予灵食 创造最初之神族 后天帝觉此法太过消耗心力 便以神术谷为本 再负自身灵力 宿称新神族 所以 神族皆是天帝所造 并无父母 但倘若神族结合 诞下神子 则神子成长时 会吸收父母灵力 令他们灵力衰竭而亡 神族数量本就稀少 长此以往 神族会走上陌路 因此 熬须神尊制定神界律法时 最重要的 就是严禁神族情爱和声誉 犯进者 暗律永秋 所以 小秋应该是一个同自己父母 一起被关在天狱的犯人 让我仔细想一想 从头里顺 花柳曾说 自己本在天狱中 不知何时出现在人界 西渠 炽弱 也都是天狱囚犯 这些凶兽若不是跟着魁羽 一起逃狱来之人界 那是自己逃出来的 还是有人故意将他们放置人间 所有的凶手 都是因某种奇怪的原理 在性格混争 残暴无比 这个原因 同熬须有关吗 按师弟所说 小秋应该是同自己父母 被关在天狱中 而小秋又不记得以前的事 只记得 自己在天狮门长大 这跟敖虚又有什么关系吗 按桑梅前辈所言 羞无所中的绝名 是毒杖权特有的奇毒 连神魔也不敌 敖虚是怎样拿到绝名的 拿着毒的目的 就是为了有朝一日 对付奎宇吗 虽然天狱中每次都来势汹汹 却没有伤害过小秋 没夺取过任何人的性命 敖虚附身之际 奎宇甚至为保小秋 而不惜停下宫时 师弟 你现在仍然相信 敖虚所作所为 皆为正道吗 我 相信于否 要靠我亲眼所见 再做决断 虽然傲虚让师弟陷入危机 但他之前那么崇敬傲虚 想要让他现在改变想法 也是悄然所难 无论怎样 小秋被天魔中炉藏 浮过未知 师弟是如何到魔戒的 通过九泉灵脉 到达魔戒的炎波泉 师姐想去魔戒 嗯 神魔之景早已封闭 能破开六界封印的春姿剑 也不在我手上 更何况 那里充斥浓厚煞气 人族根本无法承受 魔戒煞气 姐妹 我知道仙霞派总是 与魔族颇有渊源 不知道仙霞 是否有抵御煞技的方法 这个 我不知道 不过师父会许知道 你该不会 想去找小秋吧 我正有此意 岳姑娘 我想小秋 或许已经 不 天魔仲不会对小秋下手 他应该还活着 奎宇几次出手 都对小秋有所顾忌 我的直觉告诉我 他不会加害小秋 真的 奎宇即使叛逃了魔戒 在新神族中 名声仍然很高 我也从未听闻 天魔仲草间人命 若非任务在身 我并不想与他们为敌 不行不行 魔戒哪有那么容易进出 九泉灵脉 难道你是想从毒账泉去到魔戒 所以等一下 我想去见桑梅前辈 看他是否愿意送我们一程 到魔戒严波泉 我们一族守卫毒账千百年 就是为了毒账不出乱子 我觉得小姑姑可能 不会同意吧 还有 那个炎波泉 我记得不是地火源头吗 去了那里 还没遇到魔戒杀气 搞不好就先被烧焦了 炎波泉内 充斥着极强的地火之力 人族怕是无法通过 不过由我保护师姐 应该无碍 你能一直在小丫头身边 寸步不离的保护吗 还战前辈 九泉灵脉混乱无比 与其让他分神保护你 不如寻个至纯火灵的仙兽 与本山神配合 再强的地火 也能保你们安然通宫 至纯火灵的仙兽 明术门搜集了大量的仙兽资料 说不定有线索 那 防魔戒杀气的护服 我也可以去问师傅 要不 我带你们先去见我小姑姑吧 如果她不点头 你们选什么仙兽 做什么护服都没用 唉 这事要是我能做主 怎么了 没什么 还是先去找小姑姑吧 还是先去找小姑姑吧 那 é 我 你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若你能通过试炼 终身不得离开全隐村的惩罚 可以暂缓执行 并准许你接着调查四年前之事 但若你不能通过 便立即接受惩罚 丧勇 我接受 明天一早 我会在独障泉入口等你们 今晚你们先好好休息 暂缓实行 那就是将来还是要进族 我看 还是我去同桑前辈再谈谈 毕竟你是为了救羞无才犯了村规 你们俩就别操心了 现在事情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要去魔戒找小秋啊 我先带你们去休息吧 小姑姑也把客房收拾出来了 有劳了 对了 我们村房子不多 要委屈岳姑娘和小青挤一挤了 不委屈 正好我也很久没有和岳姐姐一起说小小话了 是我们套药才是 那我呢 你和我住一间 你还想和两位姑娘住不成 试炼搁置多年 是因为不清楚毒障异动的原因 现在你提议重启全手试炼 可是查明了一遍的真相 长老 四年来阿游在外调查 终于掌握了可靠的线索 虽然还需要进一步查证 但我相信 离真相已经不远了 选拔全手 是村中头等大事 不可等闲适之 我知道 所以阿游必须通过试炼 才有资格担起这个重任 而在上面 香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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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你又偷跑出去玩 菜阿又P啊 是吧 好险 昨天逃了长老的一刻去抓兔子 我就知道小姑姑铁定了不了我 还好我一走就走到外面来 突然又呆的 人呢 臭小子 你给我等着 今天是小姑姑的法术课 现在回去简直就是自投罗网 反正都出来了 不够打几只山鸡 拿回去还能呼呼小姑姑 当勇 你简直太聪明了 不愧是你 你跑啊 你再跑啊 乖乖乖乖 别跑啊 打中了 我是天下第一神射手 要是学法术能和抓山鸡一样有趣 那我一定就不会再投课了 要真的呀 我学起来 保准比穆大哥还厉害 四只山鸡了 对了 再打一只送给苏文长老 收了我的礼物 他就不能再生我逃学的技了 我就不信抓不到你 小姑姑是村长 又是独障拳手 不是应该忙得团团转吗 果然在这里 莫大哥 看我抓的山鸡肥不肥 你小姑姑在村里到处找你 你却跑出来玩 他天天逼着我学法术 太闷了 还是抓兔子和打山鸡好玩 拳手 拳手失恋没几天了 你有可能是下一任拳手 玩先要收一收 收什么呀 拳手肯定是你 我就是陪你进去逛一圈 法术 我白脸 他一直都把我当成小狼 其实我也不比他小多少 要是我当上了拳手 那时候村里人就不会认为我还是个小孩子吧 他也 哎 木大哥 要是你当上了拳手 会不会向我小姑姑求亲呀 你是怎么知道的 知道的 我看到你枕头下面 是小姑姑之前给你绣的腰带 他给我们俩一人做了一根腰带 可从来没见你带过 我还以为你弄丢了 没想到你那么小心地藏起来 你翻我东西 你 你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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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大哥 你真没眼光 看上个母老虎 臭小子 给我回来 看我怎么收拾你 莫大哥 我求饶还不成吗 求饶了 求饶了 莫大哥 莫大哥 又是这个猫 你醒了 师姐他们已经准备好了 好 我这就来 还有 什么感觉你无精打采的 是昨晚没睡好呢 没 没事 时间不早了 出发吧 阿游哥找到媳妇了吗 不知道 这不是阿游吗 我打开 你不想这样吗 我已经会通过全手试连的 连同你 应该一直 一并完成 各位村中长老 四年前独障动荡 以致全手试连一直未能完成 今日 桑梅请求各位长老 恢复选拔新全手之仪式 准许 准许 村中侍领者 若有意成绩独障全手 需通过天赋测试 才有参加试炼的资格 桑梅 可愿参加试炼 我愿意 可还有人要参与试炼 没有啦 阿游哥 我们都看好你 对呀 阿游哥 你一定能通过的 你们 桑梅 失恋者 需互助进入天坑深处 由全眼选择下任全手 但如今只你一人 这种情况 历代未见 可不可以让我们和阿游一起去 好吧 这次 特许你的朋友们与你同行 是 真的 但考验 你必须独自完成 是 阿游哥 加油啊 谢谢你们 孟大哥 如果你在的话 在行动之前 我要先交代几句话 毒杖权虽有天下万劫 但也有天下万毒 有不少毒物 是外界前所未见的 若不小心 会酿成大火 你们要紧跟着我 尽量不要触碰任何东西 以防发生意外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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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填饱肚子再说 师姐似乎很容易烫到舌头 下次 提醒她一下吧 唉 小兄弟 岳姑娘刚才吃包子 是不是又烫着了 不与你相干 这也能喝到醋 好净 快 来吧 嘿 哼 marijuana 我没有什么 小兄弟 在天空中地区最深处 这里只是通乡全野的第一次 天空周围长着很多药草 只要小姑姑允许 这会以下独窑 不过也仅限于在这场 在我那中 不是闹着玩的了 诶 别躲啊 别躲啊 看剑 剑快 收割 来吧 你真厉害 你摸摸吗 最好不要 好想看 看招 看招 三妹招 别想瞧 神木斩 看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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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 师弟 前面 看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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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 看招 招 看招 招 看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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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个月好 我离开了村子 我发誓要找到赌账动荡的原因 我要找出害了莫大哥的凶手 阿勇 我们都会帮你的 当年我只走到这里 前放不知还有什么凶险 我们拿起精神 继续前进 我发誓要找到赌账动荡的原因 并不如定 很箭 太狠妖魔了 不可姑息 前放剑人 上吧 独陵人 放剑抬玄 暂时 小子 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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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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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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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就是 这次 我绝我绝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次 这次 全手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十字幕志愿者 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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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架 中文字 但他 所幸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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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师父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小师 师父 你从 中文字架 中文字架 师父 师父 我们 师父 中文字架 师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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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中文字架 师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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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师父亲 师父亲 身上 师父亲 这便 师父亲 师父亲 他 师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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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亲亲 师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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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亲亲 师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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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亲亲 师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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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亲